登录开完之后呢 我们这样的话 数据库操作也完了 登录也完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和前端连条一下了 就是已经做了一部分 是吧 而且呢 必须和前端连条的是 我们这个登录依赖于Cookie 依赖于Cookie的话 它就依赖于一些登录信息 我们就没法通过Postman去 很好的连条了 我们必须通过浏览器来连条 因为浏览器要往前端正Cookie 然后要往后端传 这类的这些浏览器的特性 所以说 登录依赖于Cookie 我们得由浏览器来连条 接下来我们讲要怎么连条 然后Cookie跨越不共享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Sore 启动的是一个800的一个端口 然后前端我们再起的话 肯定不能起一个800的端口 要不然的话端口冲突 对吧 既然说我们Sore端的端口 和前端的端口不一样的话 那肯定就跨越了 跨越的话 那Cookie还不能跨越共享 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我们会通过一个Nginx做代理来解决 所以说我们这一大节 来讲的这个连条 主要就是说 我们怎么去通过Nginx做一个代理 然后让前端的页面和后端的Server 真正的去连条起来 能把这个流程给跑通 第一步肯定是要先建一个前端的页面 因为前端页面不是我们 这次课程的一个目标和范围内 所以说我们对前端页面呢 也没有做什么样的样式优化 它样式优化 跟我们后端没有关系 它前端做的好不好看 那跟我们后端没有关系 功能实现了就可以了 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里面是我们开发的那个server论带码 是吧 我们把它启动起来 启动完之后 我们在浏览期中看这个 哎 报错 现在看一下 Login test已经被我们删了 所以说报错 对吧 我们已经出事了 所以说我们用这个bloglist这个节目来看就可以了 好 因为这个server论启动完之后呢 我们前端访问的是一个8000的一个端口 对吧 然后我们再新开一个别的一个界面 这个目录其实就是我们跟我那个blog1这个目录是同级别的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下面呢 我们放了几个HMR的文件 看一下一共有这么几个文件 然后文件的内容呢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大马上简单看一下 就在这个HMR test这个目录下 比如说index.js就是那个首页 对吧 detail.js就是那个箱情页 那个作者页也在这个index.js里面 已经包括了 比如说这个login就是登录的 然后admin就是管理中心的 以及这个new 什么edit就是那个更新和新建的 这是几个页面 这几个页面呢 我们就直接写好了放在这了 其实代码特别简单 我们就是依赖于什么 依赖于特别简单的gQuery 还有那个安甲克斯的请求 然后去把这个数据给操作上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代码就行了 其实特别简单 这呢我们就不再去详细的去解释这个代码中怎么去执行 然后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效果 看效果的时候呢 我们肯定需要一个serv把这个精彩往下跑起来 对吧 那我们到控制台中 到这个目录下 我们去干嘛呢 我们首先去npm install atp-serv-j -j就是全局安装 安装这个atp-serv 这我已经安装过了 大家可以重新再安装一下 如果没有安装的话 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atp-serv-p就是设个端口8001 这个端口8001 大家要记住 你最好是和我设置的一样 要不然的话后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这边是8000 8000这边是8001 然后我们回车 回车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8001端口给启动起来 因为这两个端口肯定不能一样 因为我们一个系统中不可能启动 两个端口是一样的两个进程 这样是系统是不允许的 我们就看一下启动8001之后 我们看一下刷新 这个8001 index 它其实网页已经出来了 是吧 包括首页已经帅了 已经帅了 但是我们看一下它访问的这个list 就是我们的这个api blog list 它是个404的 因为它访问的是个8001的端口 对吧 如果我们这直接访问这个8000的端口的话 就像访问这个8000端口的这个地址的话 它肯定会报一个跨越多错误 是吧 而且cookie也传不过去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做一步操作去让这个两个端口呢 给它统一起来 我们做什么操作呢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是用endix来做代理 大概这个不讲 我们先看一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可以到这个里面来 我们做好之后呢 它都有个统一的端口叫80180 这个8080 当然你比如说你设置叫8081 这也可以啊 后面我们讲怎么配这个事情 我这配的就是8080 然后我们访问8080之后呢 可以加一个index.html 好访问这个之后呢 他其实就是把这个博客的首页给加载出来了 加载出来之后呢 他再去访问这个list 大家看 他访问这个list 访问的是80180的这个端口的 API blog list 但他也是返回了一些数据 这就说明我们的前端 我们前端访问这个8080index.html 他其实已经被代理到了这个8001的index.html 对吧 然后他前端这个地方访问的这个blog 这个地址是8080的API blog list 他其实已经被代理到了这个8000的这个API blog list 这里面来 这就是我们代理之后的效果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这是博客员的首页对吧 首页里面有标题姓名还有日期 然后呢我们可以随便点一个进去看一下他的详情页 详情页里面的标题作者日期还有内容 然后呢我们可以点这个比如说这个李四的名声 我们看一下这个作者页 作者页就是有一个URL的参数 author等于李四 然后大家看这个list的借口中他也是把这个author等于李四 给他作为参数传过去了 返回的就是李四所有的这个博客 对吧 好然后我们在执行这个admin.html的时候呢 他就是一个登录 登录也标简陋 那我们现在已经登录过了 所以说我们就先不看他 然后这个admin.html就是一个管理中心 对吧 可以新建博客 可以搜索以及可以编辑 比如说我们新建到这来我们填入内容 标题内容就已经创建了 然后编辑的时候呢到这来我们输入编辑的内容和编辑的标题保存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前端页面以及连条的一个形式 这是一个最后的结果 前端页面呢这个代码呢 我到时候会提供给大家 大家就简单看一下 当然这个前端代码真不是我们课程的重点 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做的很精细 样式上就这样了 然后功能上我们是肯定是按照我们之前的需求来实现的 这个功能上一点都不会差 然后样式上就这样了 具体的代码的内容 我们可以自己来看一下 我们这就不再带着详细的看了 它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通过require的一个Rx的方式 然后去操作DOM 之前Rx的请求显示 一面上的一个DOM结构来去操作 没有用到什么Vue reacts的这种比较复杂的框架 然后css呢也是我们自己随便写的 就是让它不至于特别紧凑 就是让它稍微分散一些 这样看起来好看一些 这是首页 然后包括这个什么新建啊 编辑啊 那个详情啊 还有管理中心啊 这些都特别简单啊 这应该是前端初学者就应该掌握的一些知识 所以说我们这儿呢 就没必要再带大家去一行一行写 一行一行看了 大家就自己看一下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我们这儿这个前端代码已经有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刚才那个疑问 就是我们现在后端是一个8000的端口 前端是个8101的端口 怎么让它变成我们现在看的这种8080 全部都带你过去的这个形式 怎么让它看到这种形式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工作